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休闲时光频道 欢迎点赞和分享我的视频 订阅我的频道 不过请记住一定要在看完三分钟之后才订阅 今天我们在游览了路易斯湖之后 我们决定徒步登山 这个路易斯湖右边有两条小路 下面那条路是通向湖的另一端 上面这一条路是通向山顶的 这个红线就是我们今天要走的路 和要到达的地方 从这个Google地图上看 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湖叫安格拉斯湖 这一条小路通向山顶呢 就是它的单程是3.8公里 双程是7.6公里 它的高层变化是433米 也可以起马上去 但是今天我们没有看见人起马 不过路上看见了马分 在这个登山的过程中可以看见鸟啊 虫啊和野花 这个小路看起来还蛮平凡的 不是很陡 走起来也还可以 到了这里有一个枝质型 然后通过这个枝质型右转 然后继续往上走 我们在这里停灯了一下 在这个穿越这个森林的过程中 一路上可以看见很多美景 从这里看下去这个路易斯湖像一块碧玉 你看这个山顶和南天山上的树 你看这个山顶和南天山上的树 一路上的景点就像湖啊河啊小溪啊瀑布啊野花啊 石头和雪山等等 走了约三公里 我们到达了镜子湖 听见了鸟叫声 这个湖非常的平静 有一点钟 一路上的树 一路上的树 一路上她的树 一路上的树 一路上的树 看这个山顶的导影这里面好清楚 还有山上的树啊 南天白云呢 导影在里面 这个湖的水很浅 这里的风也很小 字幕志愿者 杨树 你看这个山 它只有山顶才有些树 中间全是石头 再看这个蓝天 是多么的蓝 白云就像丝一样的薄 离开了镜子湖 我们就向安格尼茨湖的小茶馆出发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路上我们停灯了下来拍美景 看对面的雪山 这里的风很大 这个山间就是刚才镜子湖那个山顶 我们到达了阿根尼茨湖下面的户部 就像丝座到山顶上 看对面的雪山顶上 我们在荣山顶上 就像丝座地湖的一样 就像丝座地湖 就像丝座地湖 一样的雨 就像丝座地湖 就像丝座地湖 有点灯水 就像丝座地湖 一样的雨 有点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小茶馆是由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建于1901年 开始它是用来给登山的人休息的地方 它开始于1905年开始正式服务营业 这个小茶馆是不同店不同水的 它们就是在壶里面打水烧水泡茶给顾客喝的 这个就是阿根里斯湖 这里非常的美 真是看起来像一幅画一样 这个湖是在加拿大的第一位总理夫人 阿根里斯·麦当劳在1886年游览了这个湖以后 用它的名字命名的 这样看起来像一幅油画一样 真的非常的美 你在现场看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不过现在山上风很大 感觉到蛮冷的 游完这个湖以后我们就开始下山了 我们选择了湖的另外一条路走 这条路呢就相对我们来的那一条路来说更陡一些 这条路比刚才来的那条路更差一点 走的人很少 看这是远处的雪山 拿近距离看好清楚 这条路上全是些大石头 非常的安静 走这边的人非常的少 往石头里走走看 好 走 走 走 对面的雪山 看得真是很清楚 很快我们就下山了 到达了路易师傅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点赞和分享我的视频 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请赶快订阅哦 谢谢